短短的讯息 国际珠宝设计师亮文良 运用太湖时的奏兽透露四大特点 来欢迎他的创作四大象限 珠宝、绘画、装置艺术以及诗词 而作品当中更巧妙的 游走在各种不同媒介跟向量 将能量层叠堆起 构筑全新的艺术与绘 更带领观众来探索不可预测的美好境界 就连这面包大师吴宝春 都是收藏爱好者 我们这个太湖时的某一个角度的一个反光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很梦幻的 然后非常的印象派的 在珠宝界有30年资历的设计师亮文良 创作总是能带给外界惊喜 今年是以运用太湖时的 周瘦透露四大特点 来欢迎他的创作四大象限 珠宝、绘画、装置艺术以及诗词 而作品当中更巧妙的 来游走各种不同媒介跟向亮 创作呢就变成是太湖时载太极这个系列 就是一件珠宝 然后就跟着一张画 还有一个装置艺术 在画的后面会写上他的狮子歌赋 作品呢 非常的稀少 它没有那么多 亮文良透过艺术创作将能量层叠堆起 构筑全新的艺术语会 带领观众探索不可预测的美好境界 而今年的一期年 也让他在艺术创作上是更上一层楼 带来崭新的五感逆袭 打破艺术的界限 专制艺术 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咒售透露 对不对 对不起 它没有办法开膜 技术太高 而且它后面所呈现出来的颜色表现不一致 什么样的金属 它会呈现另外一种的折光 所以那个颜色是比较难以控制的 那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很高的技术 廖文良对太湖时独到的艺术诠释 也让面包大师吴宝春 以及剑驾专家机上 将珠宝艺术推上新的创作领域 是这里这样台中才放不到